哈喽大家好我是一颗直流 今天我要吃家里的饭 然后就是冬坡肉 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还有汤圆巴巴 本来还炒了腊肉 但是被我吃光了 我想把它倒进来吃 这个冬坡肉里面还挺多汁的 长这样还不错吧 这里还有个煎蛋 哦 卤蛋 我先倒个可乐 老爽了 再喝一口 这些菜都是挺多汁的 先尝一口西红柿炒鸡蛋 真的 真的 这三道菜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来一块这个冬坡肉 这肉是那一种不肥的 就是肥而不腻的那种感觉 我比较喜欢瘦的和肥的一起吃 然后这个糖汁拌的饭我就觉得老香老香 这个肉我会做 就是先把肉煮了 要和黄酒一起煮 然后去西马 后面再加冰糖那些东西炒 后面再把肉放进去炒 然后再倒黄酒 落过那个肉 然后去炖就好了 这个是汤圆粑粑 汤圆粑粑 甜甜的 咬一口这个卤蛋 咬一口这个卤蛋 这个蛋就是 这个鲸鲸鲸肉一起煮进去的 那是要提前吧 这个蛋给煮熟 然后包着皮 再煮进去 这种糯鲸鲸鲸 甜甜的 炒饭 真的很好吃 它如果炒辣的时候 鲸鲸有肥有瘦那一种 这真的是特别特别香 这个菜 你上来的时候 吃太快了 就把烂的脚都吃掉了 鲸鲸鲸肉 它真的是不肥的那一种 而且筋子很软的 不是中午不是吃中饭吗 然后完全就很反光 我好像回到最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就是最开始的镜头 每一整都是反光 我当时坐到这个桌子上面吃的 国际回来计划最好的地方玩 土豆 不知道是哪道菜里面的 这个番茄炒蛋居然是咸的 我以前一直都是吃甜的 今天是吃了咸的 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 冬瓜肉 这就是番茄的汁还冬瓜肉的汁 这好香哦 隔壁小子 没了 只剩最点了 最后一块烫门爸爸了 吃完了 非常好吃 最近又在重刷以前 看过的那些动漫电影 昨天看的那个毛豆包是二刷了 觉得每次看的是这些电影 有新的感悟感 还蛮有意思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